人工生殖法修法列为本会期的立愿优先处理法案 国家人署在下午的时候举行第一场宫庭会 邀请学者专家、年团体等代表出席 而因为这一次修法涉及到了同性伴侣 代理孕母还有单身人工生殖等议题 正反意见交锋 不过卫福部呢是强调说 没有既定的立场 未来要如何修法会由立法院来决定 争议多时的人工生殖法修法 卫福部国建署二十七号下午举办首场宫庭会 邀请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等代表出席发言 广征各界意见 一届代表认为少子女化困境无法再等 主张有条件开放人工生殖适用对象 以及代理孕母 这个支持度其实是有至少在女女的部分 是有超过五成五的 由于目前人工生殖法 仅限不孕夫妻 因此这次公厅会讨论议题 也包括是否开放与同婚配偶 使用人工生殖技术 结婚与生育是否脱钩 开放给单身及同婚女性使用 人工生殖 代理孕母的使用对象 以及子女最佳利益等四大主题 卫福部强调没有既定立场 民众如果对代理孕母等修法议题 有意见 也可以在国舰署脸书留言 将列入修法参考 而第二场公厅会 预计三月份举办 至于未来如何修法 将由立法院决定 记者 老师平 张龙翔 特报导